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日日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信大浪 助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app 開戶立本 華禁二 各位早晨 早晨 早晨 暫時來說 週末開局情況 都不錯 上星期五 A股也服侍 有分不遂 上星期五 只有一天 應該比較夏日 北水 今天開始看看情況如何 美股上星期五 都算穩定做好 不算超級爆升 三大指數升幅 介乎在0.5-1.3%之間 繼續是立指的升幅最厲害 升1.3% 報11579點 如果你想看道指 報218586點 其實美股方面 調整員開始彈 又開始在破頂方向進發 沒錯 說這句話其實都對 因為在星期六的時候 我又再掃過所有的美股 包括 道指、標指、納指 還有七大 Faang、Microsoft、Tesla 那些股份 其實剩下Google、Facebook 未曾企圖50天線 不過都快了 方向是上去的 至於舉個例 不太多了 按納指來給大家看看 其實已經不是一個 剛剛說 企與不企之間 上個星期初段的時候 可能企一天不企一天 現在說 這個納指似乎已經 連續企了好一段距離 當然 現在這樣繞上去的話 極有可能去挑戰上個月初的歷史頂簿 而給大家一個information 雖然平時會看得少少一點 這個 道瓶斯的交通指數 都是跟道指會有互動關係 而且會反映一些傳統一點 未必只是交通行業 不過已經破了歷史頂簿 過往一般人相信 它跟道指有關 所以就看看 是不是代表 就算是不是破頂簿也好 三大指數 證明市場上沒有散道 如果沒有散道的話 破頂可能只是時間的關係 當然了 這三個禮拜至兩個禮拜 在左近繼續要關注大選的進程 特朗普、拜登的情況 是的 不過現在有很多不同的估計 究竟選完之後是如何 如果只是由這個 之前市場開始下跌 就會有些人覺得 其實誰贏都會下跌 但按照現時的資金情況來看 未必真的那麼差 所以也不需要因為大選 就先走近一點 仍然向著好的一個情況 加上近期美元又下跌 之前重上94元 現在又連日 我想連續這10天 都是一個下跌的趨勢 最新是報救13.145元 亦都帶動人仔又升 人仔跌穿了6.7元 創造一年半的新高 即是一些重人仔資產行業 都會受惠 以及整體的港股 很多都是內地公司 都是會看人民幣 整體A股和港股 都是一個利好 甚至整體股市都是利好 即是未會跌的時候 沒錯 提提大家 現時去看一年半的人仔高位 即是上年3月份 曾經試過6.666元 你當好多個6元 其實在周末的時候 現在稍微打套 退一些 現在是6.7207 72的 都差得遠的 都差成四五百個點子 但是在這個四五百個點子的 回調幅度之前 周末嘩一口氣 是衝到試過 是6點多少 6點6738 6點6738 即是說 跟剛才的6.666 其實只差數十個點子 就已經去到3月份的高位 如果再要衝的話 一些關鍵的水平 可能 甚至乎在說 2018年的時候 4月 其實是在說 去到6.25 當然太誇張了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我聽說 6.66之後再衝有機會是6.25 所以都頗恐怖 有點厲害 所以現在6.7193 其實一點都不弱 人民幣呢 我也同意是人民幣高 美元低 這些對於股市來說 絕對利好 港股今天都開得不錯 高開98點 開步24217點 其實這幾天的震盪幅度 都不是太大 都是在24000點以上 這些位置就徘徊 上個星期尾的時候 都有稍微小回 都是回到大約24000 這些關鍵都見知遲 今天就再彈一點 可不可以衝破 這個星期五開始位 也都是星期五高位 就是24300左右的位置 一升多百多點就已經到 希望它進一步去到24500 現時上方 五十天線和一百天線 其實都很貼近24500 而那個位置 亦都是一個七、八月雙頂頸線位置 很大阻力 不容易衝穿 衝穿的話 即是大世界了 不過真的要衝得穿才說 希望今個星期 可能走勢就站穩24000 再上望24500 甚至乎向上突破 在岸人民幣都幫到手 看到現在如果過股 都幾多有個別行程 即是市貨幣的 其實有些股都升得不錯 現在在成交房上面 暫時不是很大移動 升得多一點 就是升1% 有騰訊升1% 有邦升1% 美團升1% 平保升1% 有創価跌1% 都是輕微一點的回調 不如看看這個美團 因為現在開始迫近它的歷史高位 現在開2.844 時 升多6元已經可以創新高了 就是280元 看看今天有沒有機會 如果是想買的話 可以先等一等 雖然有很大機會破頂 講開比較強勢破頂類別的股份 除了美團之外 還有1801這些醫藥股份 跟大家更新一下 1801信達生物 今造能夠高開4% 公司方面有抗腫瘤藥品 叫達伯華 在中國內地獲批商業化上市 這隻正式獲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就在內地方面 用來醫療 醫治 這個叫做黎曼性大B細胞 淋巴柳 有個新藥獲批消息出台的時候 當然股價就受盧了 高開4% 亦都很快很快 就會挑戰歷史的高位 可以參考股價方面 9月16號 曾經最高收歸64.2 現在已經是63.3 差9毫 只要高開高走的話 我們又多一隻 叫做有盈利的生物科技 而是創歷史高位 我看到YouTube Crystal 都關注這隻 還有領印石6078 稍後再看 如果這隻 是不是都要等破頂才再買入呢 不搶在 也行 不過 我想破頂也是高確定性的 你也可以先試試 我覺得這隻 這隻似乎比海吉 6078 暫時又有消息 又有破頂的趨勢 又貼近頂部 好 我們稍後再看 6078和其他的個股 現在先去廣告 待會見 節目時間 現在大市開出後 升多了 很厲害 升近190點 24,308點 開始挑戰剛才說的 最近的阻力位 即昨日五開始位 24,300 成家榜上 各股都不錯表現 很多 剛才輕微高渴 現在都再高走 暫時升得多 升3% 有隻比較少上榜的 建法國際升3% 美團升3% 比亞迪升3% 中芯反彈升4% 不如大家繼續跟進這個股 剛剛講了1801信達生物 輕輕看它的升幅 剛才開了63.3 看看可否進一步破頂 剛才有位朋友順著問6078 這隻是海吉牙 現時都可以升4% 雖然沒有特別大消息 不過這隻股份似乎是有機會完成了 在一個高位的回調 整股再向上 已經是連續第三支揚足了 現時去挑戰 要破頂的話 就要看回 9月15號 當時開市位 就56.3 這些位置 56.3 現時就52.7 其實都是約莫稱3-6座近 可以先買定的 但如果兩隻來講 我覺得在概念上 以至在膠頭 入指數等來考慮 我會相信信達生物101多些 所以2選擇會是101 不過兩隻的圖都漂亮 大家都入科以慾強勁 接著就看看 Jane說772月文入入 772因為它都連日起動了很多日 連日都會有些觀眾都問買不買得 都說買得 如果現在的話 其實它之前有一個最近的阻力位 就是62 星期五就正式收到 突破到62 如果星期五才突破 其實今天都還可以繼續買 如果你看看月線圖 其實它真是 完成了一個很大很深的調整 亦都開始 就破了近這幾年的高位62.9 而現在其實可以上網 82.7 就是18年6月的高位 已經是 可以買入 不過指示位就變得難定一點 你就用回之前的破壞62 就回穿下去用來做指示位 因為這隻都比較 過去都曾經試過沉底很久 如果 所以現在馬入都要快手一點 如果它晚一回的話 好 接著就Kell Fargman 1952 上星期五才第一天上市 這隻就叫做雲頂新耀 就是生物醫藥股份 這個表現很好 是的 當日也是高開高走 收到楊竹一支 所以這些股份可以繼續放指揚 只要用上市第一口價 70.5毫半來做防線 就應該沒有問題了 今天暫時在升1.2% 向上股顶 逐步逐步上 向下用70.5毫半來做指示 繼續去拿著就可以了 接下來是阿里巴巴巴 阿里巴巴上個星期尾 破頂失敗 回到下來的 在港股的收市高位 是291.2% 現在是289.8% Fionn就說 現在買會不會上300 其實我覺得機會都大 不過 始終上個星期 就傳出了這個 螞蟻上市 就說未批 這個消息有少許利淡 上個星期未有少許沽額 你等它消費一下 如果再 衝到上去 企穩291.2% 以上才進入 因為都差不多了 其實就不差再少許了 好啊 我也同意 李淡是一個因素 不過 未必真的會導致股價轉向 跟著 卡卡 她就問152 152 深圳國際 問說 可以入嗎 老實 我就覺得 冷碗類型一點 這隻都是做一些 公路 鐵路 少少 修飾類的 現時在低位 不斷走一些 Range 低位沒有怎樣穿到12元 這個是半年以來的行程 高位也沒有怎樣穿到14元 所以 暫時就得過吉 我覺得 如果真是說 長渣 真是希望 他當頭起 起浪的時候 因為他都有8.6厘息 當然是突破14元 會英俊很多 否則 現時如果你要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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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不 可以掉12元 轉 strained 只搶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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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負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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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Mendy 之後反彈 近這兩個月都是一個向下的跌勢 三個半有貨 我想最近的阻力位 前一個開始位2.97元 已經是最近的阻力位 暫時就先上網突破了這個位置 之後如果你可以看一個止蝕位 其實就是2.74元 這些再下跌也有很大機會繼續向下 暫時仍然在向下 還未說可以看回家鄉住 還有這三個半位都比較遠 等於差不多近八月的位置 你慢慢逐一點 一浪一浪地破頂才可以上去 最近2.97元就先破了 好了,跟著Macy說226元 一隻ETF 雲帝算的ETF 他說可不可以進入呢? 什麼位置?入什麼位置?自洩呢? 如果一籃子去買雲帝算的項目 我覺得當然理想 可以做長一點的持有都還可以 下方似乎106附近是一個 橫行三個月的一個企住的支持位 上方都挨近就是120元這些位置 準備破位 即是106造紙蝕氣溫120元 其實亦都這樣說 都不搶載了 其實都可以埋的 我相信到整體 遇到尤其是外圍的氣氛 沒什麼怎樣轉差 在科技方面繼續受刺激的話 繼續破頂 長渣一下 中線分住吸納 接著這個就是3323 怎樣算好? 因為CW章 就是12.54有貨的 可以怎樣做? 12.54有貨 都比較高的位置 因為它之前炒過水泥重組 就升得很厲害 加上當時整體水泥板塊都是強勢 現在其實跌到這些位置 其實有少少初步企穩的跡象 大約在9.72這些位置 都找到一下支持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想暫時拿著它先 如果來到這個情況 會不會再趕走 好啊 跟著C.C.C. Chan 他就問 可能關注最近香港疫情的情況 又問香港電視S37 他說現價可不可以入呢? 上個星期也有些確診的數字 究竟會不會又流行線上呢? 今天又再升了4.7% 通過了差不多5天的陽足旅頭 幾天的上升 已經是差不多消化了 9月7日那支比較大的陰足 當時開價是12.46 現在已經是12.76 如果再向上望要破頂的話 就是13.4 13.4 所以我覺得其實都可以入行 你當是一個高位的W型 向上的話 看13.4之後再破頂 再走 跟著就向下的話 我想頸線第一道防線 11.38 11.38防守 站到的話 看13.4之後再破頂 好 都很強勢了 近期趕時走 接著就是6.9 6.69 斯摩爾 Colly說現價可不可以入行 斯摩爾其實都連續第二天起動 現在都很迫要突破9月中的阻力位 這裏就是37.9 因為這個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入行的 它都是北水外股 但是呢 現在已經很迫近這個位置 等企穩37.9才進入 現在都37.8了 其實是 都很大機會突破 其實 嗯 有位朋友呢 Kelfer 她說 接下來星期三 不知道政府方面的施政報告 繼續還是取消 它就說有消息指 有存取消 究竟會不會影響到地產股份呢 很可能過往 施政報告都會談及 如何撥地發展住宅的規劃 這樣 究竟如果不發表的話 其實一樣會印出來 差在穩穩把口說而已 也都會有相應的一些供應 你放心 我自己覺得 我想這個不是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始終都是關注 如果你去捕捉一些地產股份的投資機會 都是要關注疫情 對於那些商場收租 以至到那些買樓其實相對穩定 那個住宅市場相對穩定 是真的擔心就是那些商場收租業務方面 因為很多間其實 不一定是影響房託 地產股裏面都有這些相關的物業 所以我想還是會繼續牛皮 偏遠多一點 未必這麼快可以有勢頭 好 接著就看看3347 近期都表現不錯 Phil Officers 說想看看短期上網 3347其實泰駕依日的前景是不錯 本身它上市前已經A股度有上 都是一隻很強勢 很接近破頂的股份 一直是向上的 上完之後都比較短一點 都是新股階段 被人炒了一陣 由股回來 現在又起動過了 短期的話 上網上的歷史高位是130元 其實現在都是向上破頂的方向進發 到時看看有沒有機會突破 現在都是繼續拿著它 現在市開後 越升越有 報24447點 升328點 即連星期五的開市位都突破了 成交額榜上大部分股份都做好 中心升6% 剛才的建法國際升4% 美團升3% 美團剛剛是 我看到Lily也有說 就說破了頂 即突破了280元 但本中就創了歷史新高 它就說可不可以買的 如果你暫時來看 我看看可不可以收穩280元 暫時因為上一上就下了 不過我想那個機會都大 你看看待會有什麼比較好的位置買入 是的 都是強的 不搶載了 好了 節目到這裡為止 我們稍後11點45分再見 拜拜